各位朋友您没有去过台湾中部地区 你到那边去你就会知道 那个天空真的是雾茫茫的 你很难看到蓝天 所以台中地区的选民 他的那种愤怒 焦虑 挫折感 是可以理解的 只不过说在过去这一年里面 那我们就要问了 换了市长有没有改善呢 换了市长以后 你看到国民党的卢秀燕 是卯足全力地 在要求提升空气的品质 在要求节制台中火力发电厂的 这种发电的污染 然而民进党执政当局 完全不肯配合 当民进党不配合的状况之下 甚至于还发了个公文 环保署发公文说 台中火力发电厂 你的那个深煤燃煤的使用量 可以增加10%左右的空间 这一下子把老百姓给搞火了 那卢秀燕更是跳脚 也就是说我地方首长 请全力在那一边 希望能够压制火力发电 结果你在后面扯后腿 那这个到底是为什么呢 是为了你的钞票 还是说你是为了老百姓的健康呢 很明显的嘛 是前者不是后者嘛 而且很重要的是 你自己民进党的整个能源政策 破产了 所以你必须要用火力发电来弥补 我们必须讲这一次的选举 这一方面能够发挥的这个影响力 我认为是有 但是能不能够大到变成决定性的一个变数呢 还是一个未知数 因为台中地区 它不是这么简单的 就是一个环保议题而已 它还牵涉到地方上的派系问题 它牵涉到蓝绿在这一边 相互在基层的较劲 他们的步线都已经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你不能否认林嘉隆执政的期间 在台中地区的基层撒了不少银子 他投下不少的这个精力 所以民进党这一次也是自在必得 您刚讲的是没错 每次大选中部地区确实是关键地区 但是这一次呢 今天晚上的这一个台中地区的这个聚会呢 这一场造势会是一个重要的指标 只不过说我们相信空无议题 依然是重要议题 但它恐怕不会是唯一的决定性议题